再來NLINE還有一個東西是2點加比例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之前2D在教的 呃...我們之前 在教2D的時候是不是有教過NLINE 還記得嗎? 在哪裡啊? 到底在哪裡? 這裡 好 是不是我們把東西貼上去嗎? 那時候是不是一樣是 NLINE 然後選物件 NLINE 選起來 然後第1點對第1點 第2點對第2點 但是不要指定第3點嗎? 對吧? 就貼上去 好 那還可以放大嗎? 還記得嗎? 如果 如果 NLINE 東西選起來 第1點對第1點 第2點對第2點 不要指定第3點 按Enter 可以選擇要放大 或縮小 都可以 它就自動調到我要了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對3D的東西也是可以做 所以只要你不要指定第3組點 所以 第2點 第2點 Enter 所以要調整比例 是不是貼 好 但是呢 因為你是不是少了第3組點 所以它就不能旋轉 所以它現在沒有辦法貼在斜面上 又放大 又放大 好 所以你看 Aline 你可以跟它講 第1對第1 第2對第2 Enter 要調整比例 但是就是搬過去 但是不會轉下去 這樣可以理解嗎? 好 所以是不一樣的 那你如果又想搬過去 又想調整比例怎麼辦? 你就先搬過去 自己再用Scale 自己用縮方 縮方用參考就好了 那就是變拆兩個指令來做 那我做一次 先用Aline 1對1 線對線 面對面 貼上去 假設它不一樣大 因為它現在剛好一樣大 假設它不一樣大 但是你已經把面貼上去 這時候你再打Sc 先點原點 然後呢 打 欸 為什麼 那個 不見 先點基準點 然後打 然後打 參考 再點一次基準點 點 原來的大小點 點新的大小點 欸 我沒有鎖好 沒鎖好點 喔 那我給它 可以 就是 然後 再點一次基準點 點 點 原來的大小點 點 噢,它會一直,一直吸到別的點去 新的打壓點 欸? 打開一下啦 先把我的那個 傑作標關起來 對啦,有啦,這樣就可以了 剛剛那個我傑作標一直干擾我 好,來,各位試一下 就是那個,如果兩點的話 可以搬過去兼比例 但是就沒有旋轉了 如果你要旋轉的話,就是要自己鎖放 來,試一下